檸檬我們現在可以量在上面 長吃著也是兩顆檸檬 非常好的 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 英式料理名店主廚Amy 現場示範起紅麴塔塔薑的做法 今年是第十二屆樹林紅麴文化節 透過西式料理與紅麴的搭配 創造多元健康的風味飲食 帶給市民朋友獨家的美味 在現場大家也香味撲鼻 大家可以感受 紅麴它可以在食材上做什麼樣的變化 現在很有名的一個名詞叫做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我想最重要的 當然是在地的產業特產 那它可以結合觀光 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它在地的一個品牌的故事 為了慶祝樹林紅麴文化節 邁向第十二個年頭 當天特別邀請世界金屬冠軍 製作巨大的創意紅通通包 同時現場還有許多活動攤位 只要民眾參與紅麴知識闖關 就可以兌換山家火車文創鼻桶 讓每位參與的民眾有吃夠有吃 大家在電視廣告也可以看得到 其實有一個它什麼家的這個大紅麴 那現在的人 吃沒有問題 但是怎麼樣吃得健康 吃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其實紅麴就是有預防三高的作用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食品 今年的樹林紅麴文化節 九月十五號將在樹林高中舉行 現場將有許多紅麴美食攤位 豐富的摩采活動 以及小朋友最愛的紅麴寶寶 歡迎所有民眾一起參與 紅麴文化的新體驗 中家新聞 吳亮賢 板橋報導 樹林高中 谢谢观看